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x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那这一小刚就带着自己的这个 僵尸单顿 这个Overseas VC啦 纵横赤海这个第二代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 不知道朋友们 有没有在这个 一定相信一定会有啦 就是我们在读书时期 小学也好就是上到中学 尤其是上到中学也好 那在朋友朋友的圈子里面 都会经常有讨论到一些 你带什么表我带什么表 或是你带的表 如果稍微比较比较好的话 或是比较贵的话 那朋友就很羡慕你啊 也是你就可以在朋友面前装逼啦 讲一大轮的一大堆的东西 这样子啦 小刚自己就有这个经验啦 那这一些表 小刚今天要分享这一些表 读书时期啦 这一些表让小刚 在朋友面前装逼 装了好多年了 那是什么表这样厉害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讲一讲这些万表啦 小刚还没有看表之前啦 这些表可能你看了之后会觉得 其实这表也没有什么嘛 就是一些都是很烂的一些表 可是你要知道 小刚在读书时期 就带了这一些表 是在读书 在这些什么学生的眼中 可以说是有钱人 可以说是好像土豪这样子啦 非常的厉害 那当然现在要讲 现在的这个 你读书学生的这种土豪啦 眼中的土豪 可能是已经是用iPhone啦 要用这个iWatch啦 就是苹果的一些电子表啦 这些等等之类的 那当时当时候啦 小刚十多二十多年前 哪来的那一些iPhone iWatch 对吗 就是没有苹果的嘛 那几乎这个 所以先我们来分享一下 什么表 哇让小刚在这个 这个学习 读书时期啦 那么多厉害喔 是有几乎所有女生啊 看到小刚就 真的是 哇想追小刚这样子 我讲一下我email啦 那好 讲到小刚 因为小刚其实看过很多一些 分享手表的一些 这个影片 所以小刚也有分享过 自己的这个 这个分享自己的 这个手表的收藏 所以想看回第一集的朋友 可以按这个影片的上方 左边还是右边 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小刚会把这个连接 放在上方可以按一下 去看一下小刚之前 有分享过第一集 小刚自己的影片 这个手表的这个收藏 或是小刚会把这个连接 放在留言下方 这个留言区这边 大家朋友去可以找一下 那讲到这个万表收藏 上网一收啦 只要你去上网一找一找 几乎所有朋友分享 一定会是 非常一些名表啦 非常昂贵的一些啦 或是就有劳力士啦 PPAP等等之类的 所以小刚 因为小刚自己就 很喜欢表 小小就很喜欢表 所以小我小 就是小学 或中学时期带的表呢 我几乎都有留下来 都没有丢了 而且到现在 现在全部都还会跑的 小刚都有在保养的 一直有更换电池啦 之类的这一些 我都经常拿出来 这样骂骂骂干净 这样子啦 那 讲到小刚 人生就是第一支收到的 就是真正的表啦 是应该可以追缩回到这个 六年级的时候 大概是12岁的时候啦 小学六年级 那时候啊 我去这个小学的这个毕业旅行嘛 毕业旅行的话 那我老爸 我爸就买了我一支 啊 我在上网找一下照片啦 他是一个Casio Casio的这一支表 他这个是全黑的交代的 那他的表盘是金色的 那找不到照片的话 你们就自己脑补一下啦 我自己换奖一下 那他就应该那时候应该也要百多块的 我记得我没有错的话 我因为后来我不见了 我有上网去 前几年啦 我上网去搜一下 应该都好像我记得我看过呢 好像那时候是百多块的 应该有是 我也不太记得 只是那时候那一支表很遗憾 是我去了几天这个 毕业的旅行回来之后呢 就留在这个巴士上面 就不见掉了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遗憾的 那后来就上到了中学 我到了中学之后 我就有了第二支 那时候我记得我喜欢一个女生 那时候那这支表也是没有 现在没有在手上 因为后来我喜欢 我等一下说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影片中 你会看到 因为那时候小刚就喜欢一个女生 那那个女生也是 我为了想追求那个女生 小刚就就是就是 埋了我就是我家人很久啦 就是求我家人很久 要买这支表 就是因为想跟这个心意 这个对象 有这个同款的这支表啦 它是一款叫ODM 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过 可能比较年轻一代的就没有听过ODM啦 可是说到如果你是几乎跟小刚这个年龄是差不多的话 应该会有听过这个ODM 那时候的ODM 那这个ODM我竟有时候逛街啦 在这个outlet这些啦 它还会有看到啦 可是现在是比较平民化的啦 可是那时候啦 小刚刚讲讲回到以前啦 它是一个什么哇全部是design by designer那一种 好像这个是潮流的这种名表啊 非常非常的厉害 这个ODM我最记得啊 这张照片我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 我放给大家看一下影片里面喔 它是一个全白的 而且这个表盘呢 它是非常有设计感喔 非常的前卫的 就好像这个seven friday 七个星期五这样子的表盘 其实在当时候 小刚就已经有带过这样子的表喔 它是一个 可是它是一个电子表啦 不是机械的喔 它是一个ODM全白的喔 那是因为后来 为什么再没有影片出现 是因为后来小刚的家里就是 有发生这个盗窃的事件 就是进贼啦 那进了贼之后呢 就是把这支表也被偷走了 就是已经没有了 所以非常的遗憾 那要不然呢 到今天呢 小刚个人觉得啦 这一支表应该还会在我手上 可以给大家看到 所以这个是一点的遗憾 那之后呢 我家人也有出国旅行啦 去有旅游 这样子就有买了这一支就是 Foxel 这一支是一个画室啦 这个Foxel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支Foxel 那这一支Foxel是 也是电子的啦 这个Foxel它是一块方形表 这个Foxel它是一块方形表 那这个Foxel 其实它有一点像这个 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戴上手的这个感觉 那这个Foxel 其实它是有一点像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PP 百搭肥力的这个5214 还是5124 我不太记得了 这个Gondolo的这个系列 非常的香 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这个Foxel 那这个就是我妈 我记得我家人去美国旅行的时候 那时候买回来给我的 我这一支表到现在还是好的 还会再跑的 接着下来呢 那这一支表呢 小黄想讲也是我家人买的 那这一支表是让我在中学 读书时期啊 装逼装的最有型的一款啊 哇 也是可以说是撩妹必备啦 哇是个非常 一讲到这一支表 女生就啊 眼睛都发亮了 那这个追女生撩妹啦 这个真的是靠这一支表 靠了不少啊 这个表这个 功不可没啊 这个兄弟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支表 那它是一个Casio的这个G-Shop 那那时候小黄就有佩戴G-Shop 你知道那时候这一支表的这个售价 我记得我家人是在香港买的 那这一支表的售价大概是 我记得马币是几乎整千块了 现在是千多 我听我家人说 我不太记得了 在这个香港这边购买的 连这个盒子 它这一些 它这个手册啊 这一些那时候 你知道有那些Catalog吗 对不对 它这个表款有什么表款 它那些书啊 小书 还是它那些铁盒啊 非常的漂亮 我小刚通通都有留到 那以前全套的那些每一支表 我个人 我小刚都有留下来 那给你看一下这一支 它是一个全不锈钢 铁的这个 这个G-SHOCK 那这个G-SHOCK 它是太阳能的 那只要那时候的太阳能G-SHOCK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而且这个 这一种系列 几乎就是好像现在的这个 MTG 或是这个MRG的这个系列 那那时候这个G-SHOCK 我可以说 你小刚那时候 配戴这一种手表 这一种价格啊 在学校啊 几乎真的是 每个朋友看到都 哇 哇就是哇 你带这样贵的表啊 哇有钱喔 这个表这样子 那小刚一说的时候 每个朋友都非常的震惊一下 哇就说 那这一支表就是 其中一支啊 小刚就是在学校 撞币撞了很多年的 就是靠这一支表 那这支表也是好的 到现在啊 小刚自己有换了一次 它这个太阳能的这个 充电的里面那一颗电池啊 那个电池是 Panasonic日本的 那小刚换了一颗新的电池 就还可以跑 跑到现在 十多年耶 跑了整十多十年 哎 你说跑了十多年 就不会坏耶 这一支表呢 可以想是 这个G-SHOCK 是多么的耐操 多么的耐用 而且这一支表 非常有回忆 你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 应该大家看不太清楚啊 非常多的这些刮痕啊 那这些刮伤 刮伤了的这些刮痕呢 是小刚后来 因为读书时期嘛 有这个 骑这个机车嘛 这个单车 不是单车 骑这个小机车 这些机车 就马来西亚这一下 我们叫做MOTOR 骑MOTOR 骑MOTOR嘛 坐这个MOTOR的时候啊 骑这个机车就跌倒嘛 被车撞 所以这一支表也 戴在手上 一起有这个 就是插到这个地上啊 这样子 而且真的是整支表 插到去地上啊 撞到非常的厉害 而且你看哦 这个是非常的耐用 那时候就留到现在你可以看哦 完全他的这个表镜啊 呃表链那一些啊 通通都没有烂哦 只有挂花了一点而已哦 哇可以想要知道这个 G-SHOCK是多么的耐用 真的是完全没有坏耶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再来解释一下呢 后来小刚就有这个 你知道吗 读书时期有拍拖的吗 就是说有这个Puppy love嘛 就是你有认识到心意的对象啊 有这个在一起一阵子这样子啦 那那时候我的这个前女友啦 就是读书时期的那个女朋友啦 我们叫 那就送了小刚这一支哦 这个是一款机械表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铁大师 Sovio and Titus的这个 这个机械表啊 那这个机械表呢 小刚想讲一下啦 小刚也是个人非常的这个 呃 非常的到现在了 非常的震撼 就是吓到我一个东西 就是这一支表哦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 这个呃 后来小刚也知道 他是用的这个 海欧的这种机芯嘛 中国海欧的这个机芯啊 他是装的这个机械的这个机芯 可是这一支表哦 也是十多年了 到现在小刚没有做过任何的保养 没有拿去维修过 而且也没有坏过走时 日期调这一些啦 通通啦还可以上链 而且也没有也没有说这个油 这个油停啦 还是油太厚啦 不能跑等等之类的 哇这个小刚也测量过 他的这个呃这个走时啊 也是还是非常的精准 哎 这一种表这种几百块表的这个 这个价位哦 这一种机芯啊 哎 你到现在还会跑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 我个人觉得也非常的厉害啊 这个也是厉害哦 这个你别小看这个海欧 这种中国的机芯哦 那哎这个耐用度来讲 小刚是确实有点吓到啦 也想不到他竟然会那么的耐用 那再来呢就是啊 后来呢这个啊 我自己的前女友啦 也是同一个女友哈 也是送了小刚这个 后来啊也是因为生日 送了小刚这一款哦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款是小刚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也是小刚自己选的哦 这一款表那这一款就是一个G-SHOT 那这个G-SHOT非常非常喜欢 是因为那小刚甚至连 他的这个手册啊 他的这个册子啊 那一些他的这个书啊 那有什么款式啊 那时候啊 不知道2000年左右的 那时候的这个书啊 全部都有收起来哦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一款 而且这一款G-SHOT 识别度非常的高哦 那他他不像现在的G-SHOT 有非常多的款式 几乎哪一款搭哪一款 你都不知道哦 就是有很多的款式嘛 现在所以要你看到朋友上 他手上现在带了什么G-SHOT 你也几乎不知道是哪一个款式 可是那时候的G-SHOT呢 小刚像讲了 以前的G-SHOT 他没有出的那么的多的 他还是出很多 可是不像现在 那么多到那么夸张了 所以那时候他是 有一些款式是很容易认的 所以你戴上手 人家就知道你是哪一款 这从这一个款式就是其中一款 那主要他是一个黑色 跟一个全白一个全黑 那小刚手上这一款是全黑的 那你看到最特别是 他这个表圈哦 外面这个圈哦 他这个铝圈还是铁圈啊 我也不太清楚 那这个你看他是七彩的颜色 那时候小刚手上就带了 这个七彩的这一款 哇 那时候对不对 小刚也非常有眼光哦 现在所有的就讲Rainbow 劳力士彩虹圈啊 这一些了 那小刚那时候 就已经带了这个彩虹圈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彩虹圈 那他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彩虹圈 那就好像这个非常热血了 他是好像一个 我们知道改装车啦 现在小刚非常喜欢车 那种排气管 这个排气 这个死气候啊 这个后面那个排气管 那个排气的那个 那一个尾端那一部分啊 这个被很高温的烧出来的那个 呈现出来那个颜色了 哇非常的热血这一款 可这一款表非常遗憾是小刚 因为他电子表嘛 始终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寿命 所以久了之后呢 他这个电板啊 小刚拿去维修了好几次 那这个电板 他是这个 可以更换这个电板的价格 也非常的安贵 所以小刚最后 还是没有去维修 只是他是坏了 跑不了 那换了电子也不会跑 所以小刚是只是把它收起来 呃 来留念啊 当做一个纪念 那这个表带也是因为时间久了 他就不能再带了 他就坏了这样子 所以他是已经没有了这个表带 就剩下这个表头 那这些 以上这些就是小刚个人的一些 读书时期的一些万表的收藏 所以希望朋友们可以留言在下方 告诉一下读书时期 你戴过一些什么样的手表 欢迎留言给小刚知道 小刚也真的很想听一听 朋友们你们读书时期 戴的一些万表的一些收藏 那这些万表收藏呢 到现在你还有没有留在手上呢 那可以欢迎告诉一下小刚 小刚会在下一集分享多一些 呃 不一样的一些 自己的一些万表的收藏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呃 所以分享不完了 在一集里面 所以小刚会分好几集 我留守小刚影片 小刚会继续分享一些万表的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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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